李克强突然逝世,终年68岁 他的突然去世,使他成为新中国建政以来,离任年纪最轻,离世最早的总理 非常让人惋惜,引发人们的思念 我们整理了李总的图级,从少年到安息,许多都是大家没有看过的珍贵的旧照片 李克强1955年7月生于安徽的一个普通家庭,是一名地方官员的儿子 少年期间,见证了文化大革命的动荡 在上山下乡运动中,作为下乡知青,在安徽省凤阳县的一个农业公社工作了几年 1968年,13岁的李克强送朋友下乡时合影,前排右衣 这是目前所能找到的最早的公开照片 这张是1974年,李克强在合肥八中高二的学生合影 那时的初中和高中学制都是两年,他是合肥市第八中学1972届初中毕业生 1974届高中毕业生 李克强很少坐C位,在这张照片上他是后排右二 他不喜欢站C位,后来哪怕在河南当省长时,他也不喜欢坐中间 都是经过大家一致要求,他才坐在前排中间位置 高中毕业后,李克强被下放到安徽定远县九子村 这是他知青下乡时住过一个月的茅草老屋 下面这张更清晰线 1976年,21岁的李克强与儿时晚半在合肥逍遥金公园合影 他是中间的那一位 那时抽烟是一件很流行的事情,甚至有点时尚 1977年,文革后恢复高考 李克强是第一批考进北京大学法律系的学生 先后获授法学学士、经济学博士学位 支持李克强北大求学时在南门合影 左起王少光、陈兴良、李克强、陶锦舟 李克强仍然是后排右二的位置 这一张是李克强1981年师生合影 他仍在二排右一 在北大求学期间,李克强先后在报刊上发表了学术论文 《关于法治系统控制过程的探讨》和学术译文 《南斯拉夫的合资经营企业》 他的博士论文《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 荣获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项 孙叶芳经济科学奖的论文奖 导师李以宁将三位学生的毕业论文整理成一本书 看看这上面的作者署名很厉害 李元潮同学后来做到国家副主席 李克强同学做到总理 1982年1月10日,北京大学法律系七七剑毕业前夕 李克强为班上年龄最小的一位同学写下临别赠言 纯真而不倾文打,善良而不是坚强 把生命高举在俗成之上又融化于社会之中 这应当是我们这一代的共同追求 这段话今天读起来仍然感动 毕业后李克强留校担任校团委书记 中国青年是总团的杂志,1983年第三期报道了他 很快李克强进了总团工作,在总团工作期间仍然谨慎自尺 途中左三这位就是他,穿着中山装,都插钢笔,表情有点拘谨 现在的杭州市萧山区,历史上是绍兴府萧山县 1980年代是民营经济发展的明星校山市 一个线的报纸创刊,能得到李克强的祝福极是难得 现在再看这个报纸更是无比珍贵 1987年,妻子成红翻译的《遵命大臣书稿》 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 据说李克强骑着自行车,带着妻子和书稿 一家家去扣开出版社的大门寻找出版机会 后来春风文艺出版了 李克强是在北大学习期间认识妻子成红 外界本来对成红义无所知 直到2014年5月,成红准备陪同李克强出访非洲四国之际 新华社首次发布他的照片与背景 当中介绍他是一位文学教授 1990年的团校毕业合影中 35岁的李克强终于做到了C位,他是幼舞 1997年,李克强为本科生讲授经济学 这之后,李克强到地方工作 2002年7月17日,时任老总朱镕基在郑州市花园口考察黄河访讯工作 担任省长的李克强在做讲解 同样是在花园口还留下了这张极珍贵的合影 朱、温、李三任老总同框 李克强在朱镕基的身后低头笑 2003年8月8日,已经担任书记的李克强在河南新乡调研 与原阳县、桥北乡、马庄村村民交谈 大家都笑得没有距离,没有拘束 李克强被誉为解决问题的专家,力挽狂澜 但很多时候都是疲雨奔命于救灾路上 这是2003年,他任河南书记时,在洪灾现场 2004年10月,河南大平煤矿发生严重矿难 148人死亡,李克强到事故现场视察 这一张是李克强2008年5月19日,在四川地震灾区协调工作 他与大家一起踩在泥地上,裤子上都是泥土 2008年7月28日,李克强在山西大同煤矿集团 塔山煤矿看望一线工人室 他倒开水泡方便面给农民工 他对农民工兄弟说,你们是国家的工产 说你已经想够了,心酸想够了 27年了,家里面的老人,老人都照顾不了 对,没人照顾,两个都出去了 还有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在家里,每年都打电话 每天老着12个小时,老手不怎么高 所以国家要采取措施 我们现在有两亿七千多万人 出省的有一亿多人 特别是西部地区的,在东部地区打工 听你们讲,许多人是愿意回到当地来就业 是吧,这样既可以照顾家庭 全家团圆 全家团圆照顾家庭 我们出去了,看到人家的那个 人家的山为什么能变出钱来 那么我们的山就为什么不能变出钱来 所以我们有这种心理,去创业这种心理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创造条件 让我们在东部打工的农民工 回来,就地就业,就地创业,就地进城 就地照顾自己的家人 这真是贵州的香味 辣檀酸菜 是不是贵州的香味啊 老檀酸菜,召唤你回来 你们在外地闯荡了十几年了 你们已经为国家做了很大的贡献 你们现在又想为当地改变面貌来奋斗 国家应该散散 你们是国家的共产 2009年8月,李克强路过黑龙江棚户区居民杨甫家的院子时 与当地居民隔墙聊天,非常接地气 2014年8月3日 云南鲁电县发生6.5级地震 四日一早,李克强在赶赴灾区的路上 因山路湿滑,道路泥泞不顺摔倒 随后他弯下腰,用泥水洗手 水和盖上都有吧 油软有了 水和盖上都有吧 油软有了 2014年11月20日,李克强到义乌国际商贸城考察 首拿着象征义乌商业传统的波浪谷 陪同的是后来的继任者李老总 以及后来的政协副主席夏 2015年8月16日,天津化工厂大爆炸,李克强到现场查看 2020年1月27日,李克强视察文枝色变的金银潭医院 2020年8月中下旬,长江5号洪水,嘉陵江2号洪水,过境重庆 殉情罕见,灾情严重 23日,李克强视察受灾地区,陪同者为陈局伟 2021年7月,河南遭遇历史罕见特大暴雨,发生严重洪闹灾害 导致一众官员下台,8月18日至19日,李克强考察河南灾区 今年3月,李克强发表完最后一份政府工作报告 现场响起约20秒的掌声,是全场报告中历时最久的掌声 直到他回到座位就座后才停下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迫不懈奋斗 谢谢大家 这些年里我们也看过一些李克强的非正式照片 与同事们讨论问题的,众人表情放松,开怀畅谈的 在会场上孤独思考的,与羊球挥洒自如,用英文交谈的 今年8月份,新任的李克强去了一趟敦煌 这可能是最后一次公开亮相,之后就是他突然去世的消息 李克强凭借经济政策上的务实主义,成为一位受欢迎的领导人 这里是尤尔工作室,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 嗨